时隔半月,蔡天凤岁失案依然尚未完结。 目前,该案已缉拿了七位凶手,除了蔡天凤前夫矿岗志一家,还有前公公矿球的情妇以及矿岗志的两位朋友。 网友在震惊于矿家手段残忍,居然动用这么多人来谋害一个155厘米的女孩时,也不免感慨们当户队的重要性。 众所周知,蔡天凤出生富贵,是公认的名媛,而前夫一家不只要蔡天凤救济,还被扒出曾做监犯科。 在外人看来,这完全是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。 可在网友进行申巴之后,舆论却发生了扭转。 网友扒出蔡天凤一家或许是伟豪门,前夫一家并没有那么贫困不堪,相反反而身价不菲, 三大疑点便能看出他们不是普通人家。 疑点一,名下两家公司注册资本共7000万, 网友扒出矿岗制父子俩在内地有两家公司,注册资本达到了7000万元。 矿球曾在2020年12月及2021年3月在内地投资成立两家公司, 公司的业务包括劳务服务、旅游开发、策划资源、广告制作等十分丰富。 要知道蔡天凤当初所购入的嘉丽山豪宅也不过6800万, 但矿球光两家公司的资本就达到了7000万,可见实力并不输给蔡天凤。 1.2,人脉广,蔡天凤案中的两位嫌疑人都是矿岗制的友人, 且两位友人都来头不小,和不少明星都有交集。 蔡天凤案6号人物在一间租赁游艇的公司工作, 试图帮助嫌疑人利用水路潜逃。 该男子曾担任郑中基的前助手, 社交平台有不少明星合照, 包括谷天乐、周杰伦、陈奕迅、吴君如、方立身、苏永康等。 蔡天凤案7号人物是29岁女网红潘巧贤, 她是矿岗制的女性好友,也是蔡天凤的闺蜜。 潘巧贤身高170厘米,长相出众, 被奉为IG女神,曾和谷天乐等圈内一亿人合影, 也算上流社会的一员。 潘巧贤的社交账号上常晒出打卡各种酒店, 晒出各种奢侈品。 在其生日之际更是满屋的奢侈品, 如此富庶和蔡天凤成为闺蜜自然很正常, 但同样是其有人的矿岗制又岂会是普通人家。 1.生活奢靡。 蔡天凤的有人称蔡天凤这些年一直在救济前夫一家, 还聘用了前夫哥哥担任司机。 前夫哥哥担任司机不假, 但若矿家只靠蔡天凤的救济生活, 断然无法过上如此优越的生活。 翻看旷岗节的社交动态, 日子过得十分惬意, 满住的茅台任他品名, 闲暇时或是在家斗狗或是出海旅游, 生活水平完全不像是一个司机该有的状态。 此外, 旷岗节开着豪车, 住着豪宅, 出席的也都是高端场所, 还不忘见身秀身材。 以他担任司机的工资显然无法支撑起他如此优渥的生活, 更有可能是他家境本就不俗。 此外, 蔡天凤前夫落网时, 身上写有50万港币和数支总价值约400万港币的名表, 这也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家能轻易拿出来的。 蔡天凤前夫早前就卷入过500万的诈骗案, 一家人都精于算计, 为了钱财不惜害人性命, 又岂会甘愿过普通人的生活。 他们是否是真豪门还未可知, 但绝不是只要蔡天凤救济的穷困之辈。 15岁的时候, 蔡天凤就恋爱了, 初恋是不是更早, 不得而知。 17岁与11年后将他杀害并碎尸的那个男人相恋, 2013年, 18岁的蔡天凤与这个男人结婚, 婚后先后生下两个孩子。 2015年, 这位男子因诈骗案发, 蔡天凤与其离婚。 一年后的2016年, 蔡天凤与香港另一男子结婚, 未领证, 婚后又先后生下两个孩子。 2017年, 蔡天凤因投资目的, 花7280万港币买下一栋200多平豪宅, 将这栋豪宅的落在前夫父亲名下。 据分析, 是为了规避700多万的购置税。 去年5月, 蔡天凤准备出售这栋住宅。 由于之前口头协议, 是前夫一家可以免费住这栋房子, 在需要售出的时候, 蔡会给他们重新安排住处。 但这个时候, 前夫一家却变卦了, 不愿意腾出住房, 房子的产权这下成了问题。 不过由于出资人是可查的, 真要打起官司, 前夫一家还是得滚蛋, 这种情况下出于屠材的目的, 前夫一家痛下杀手。 这案子的动机目前看并不复杂, 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是两点, 一个是手段残忍, 一个是蔡天凤的名媛身份。 但蔡天凤的这个名媛身份非常可疑。 从她18到28这段人生经历来看, 10年时间生了4个孩子, 如果按10年减去4年生儿育女的时间, 那么就只有6年时间从事与名媛相关的社交及商务活动, 这么短, 而且肯定是断断续续的时间, 是怎么称起她挣到投资房产的钱和名媛身份的? 关键问题在于, 就名媛这个身份而言, 出身很重要, 一般人会因身份问题很难进入这个圈子。 如果进不去这个圈子, 只是有名, 那应该被称为网红才对, 可她偏偏被称为名媛, 为什么? 有人说蔡天凤的父母长期在大陆做生意, 很有钱, 这个很有钱确实能解释父母若特别宠她, 会给她很多钱, 所以她才有可能拿出7280万来投资房产。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, 蔡天凤的父母在大陆做什么生意? 至今, 好像语焉不详, 这就很难理解了, 因为这好像不是一个很难查的事情, 毕竟钱这东西总不能自己印。 抛开这个话题, 既然蔡家如此有钱, 但以蔡天凤的人生经历来看, 教育背景并不突出, 蔡家如果将她往名媛的方向培养, 为什么在她的教育问题上似乎并不重视? 如果把上面这些问题综合看下来, 蔡天凤从出深求学乃至财富获取方面, 有太多的不为人知的东西, 充满了太多逻辑上让人解释不通的问题。 她似乎突然出现, 又突然间差点消失的那么一个人。 她从哪儿来? 她的人际关系看上去既简单又复杂。 记得当初蔡天凤遇害这件事案发的时候, 很多新闻的标题都是以郭富城妻子好友或闺蜜作为前缀来报道的, 也就是说, 如果不是这件案子, 蔡天凤无论是在名媛圈, 时尚圈, 还是娱乐圈应该都是寂寂无名的。 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假设, 正是因为蔡天凤的寂寂无名, 或者说是蔡的前夫一家认为她的寂寂无名, 而增加了他们将蔡天凤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动机。 虽然在蔡天凤失踪后, 蔡母发出了高额悬赏, 但是如果从蔡天凤的人生经历来看, 蔡家似乎干预的不多, 又似乎参与了许多, 既不是虎妈, 从求学早恋到婚姻看上去都挺放任, 又似乎不是没管, 因为单纯看蔡自身的条件, 静名媛圈子几乎不可能。 这里不是想说蔡天凤自身有什么问题, 而是想说一个看上去与原生家庭处于割裂状态的人 往往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会比较弱。 当然再多的揣测也无法改变蔡天凤被害, 框架一家人手段的残忍。 无论是不是豪门, 拥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裁是根本, 否则再多的钱财也无福销售。